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修车小伙模仿王一波开场舞 让流量回归价值 获得众人赞许 最近河南修车小伙模仿UNIQ王一波开场舞火了 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跳舞都没有差 这句话王一波曾说过 如今他同样也做到了 以你为热爱且热烈 看到河南修车小伙跳王一波的开场舞 如此的充满生活的热情跟欢乐 这种范围感着实感染了很多奋斗中 充满积极向上的生活气息 如今的娱乐大环境下 我们更需要拥有更多真实的价值引领 王一波的街舞到底多出圈 从结束了街舞第五季录制后 他的舞蹈就开启了全民翻跳的热潮 带火了街舞社团 同时也让舞蹈带来的热趣传递到了千家万户 不知道多少人最近都在抖音平台刷到王一波同款舞蹈 想必跟我一样打开后 不经意间的小视频中就有一个人在跳王一波的舞蹈 从开场舞蹈到地板舞都在被不同的人模仿中 各种的视频热度足够见证了王一波的舞蹈到底有多火 如今男女老少都在学习跳舞 其中街舞在最近这几年的发展中 更多的被年轻人广为学习 凡是学过街舞的人都会认识王一波 总结了一句话就是 提及街舞想到的人就是王一波 如今娱乐圈在清朗行动的影响下 逐渐步入了社会价值观的正向引领中 更多的是流量的哑火 价值的回归 让更具有正确的社会核心价值凸显出来 让中华文化的传播通过娱乐的氛围传递 提升大众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力 其中我们不得不说的是 这需要娱乐圈中的文艺工作者的参与 正向的引领 让流量流向正确的地方 发挥更大的价值 才是娱乐更时代最好的百花齐放 作为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的王一波 凭借着一部戏让大众熟之后 关键的是他通过自身的影响力 让更多的人看到街舞 了解街舞 从而参与其中了 这次河南修车小伙跳得如此欢乐 这份氛围感感染了不少人 同时呢 获得了官媒的鼎力支持 纷纷参与转发 大家看了也在纷纷点赞 更有不少人也跟着跳了起来 曾经多少人诟病流量艺人 大部分是因为他们有了流量后 没有匹配的实力 更不能把真正的流量化为正向输出 浪费了真正流量的价值意义 可是为何如今的王一波却能够凭借流量 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不单纯是因为他人帅 喜欢的人 更多的是 他用自己的热爱跟专注 把流量化为了正向引领 让小众运动通过自身的热度跟影响力 让大众了解了街舞 滑板 摩托车等 他不仅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更用专业的态度 给予了喜欢热爱的东西更好的指引 他让流量回归到价值 才会广受大众好评 才会拥有如今的发展 最近街舞翻跳的热播视频中 王一波的这段舞蹈真的是火出了圈 王一波不负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的名号 同时呢 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Z世代的年轻艺人 就是在拥有流量的同时 传递更多的价值 这才是最重要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